另外 古通热症来势汹汹 肆虐雪州一带 单单近年首两个月就接获了超过9000宗病例 记者今天走访巴达林在野河沙亚南的古通热症黑区 发现有市政厅定期安排人员喷洒灭文物 但是同时有黑区的居民掉以轻心 没有合作维持环境整洁 让黑斑文有地方滋找 2019年才开始不到五个星期 卫生部在1月份就接获20宗骨痛热症死亡病例 当中疫情最严重的雪兰俄州就占了死亡人数的一半 将近1万宗确诊病例 当设置队来到雪州最严重黑区巴达林在野17区 这里从去年9月25号开始就列为黑区 至今有100宗病例 附近居民透露 市政厅在这几个月来采取多项措施 有件事态严重的民众也主动加入灭文行列 我明白是MBBJ基本上有几年 进行治疗和治疗为这区域 很常见 他们的人就会去他们的家这样的喷 以前我就知道那边很久了 那个几年前 人种到文真去死掉了 就那时候开始人家每个就 有来这边那个政府的来喷 我认为我们有一个计划 记者观察发现 巴达林在野17区的确变得比较干净 居民也会配合收起盆栽 或是种在地上 避免黑斑纹有繁殖空间 但是当来到另一个黑区 沙亚南17区 却是令人担忧的景象 组屋附近草地有很多垃圾 不少还有积水 组屋走廊也随处看到花盆 显然这里的居民 依然没有认真对待疫情 1975年 带军昆虫法令第13-1和之2条文产明 为例者可以罚款最多5万令吉 或监禁5年或两者兼施 更重要的是人命无价 八度空间实习记者潘书贤 巴达林在野 沙亚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